好幾輛百萬豪車停在鐵皮屋前 這裡暗藏詐欺機房 霹靂小組 上前攻堅 室內好多小房間 其中這間拉下百葉窗明顯有人 警方拿出破門器還是打不開 因為有人躲在門後 兩名男子用身體擋住門 就是堵門這個動作 警方懷疑是把封人員 但男子出面喊冤 其實他是一名臺商 到臺南的朋友家聚會打麻將 就被警方誤認成共犯 前胸後背貼上紗布 都是被踹傷的痕跡 台商指控警方對他時報壓制 雖然後來排除嫌疑 但他認為被警方踹得滿身傷 引起向議員澄清 說叫我躺我就躺 叫我所交給你緩治我就緩治 我沒有任何一個抵擋的現象 那你在我背上踹這兩腳到底是執法的 應該還是屬於情緒的發現 我想這個執法過程的這個正當性 還是要好好地檢討 警方也反駁原來高雄鳳山有多名車手 在ATM領了30萬詐騙款項 追查上有發現是36歲彭信主賢 才會在申請搜索票後到台南抓人 不只逮捕主賢也在現場搜出 K他命和毒咖啡包 破門時該承難不斷以身體阻擋警方破門 過程中強力壓制有造成承難身體不適部分 有力及叫救護車到場 由於台商認為當時已經乖乖就範 警方不該壓制後又踹人 警方也強調現場很混亂 兩名男子以身體擋住破門 才會對他們強力壓制否認對台商施暴